这是清代第一座关帝庙 也是赫图阿拉城现存的主要古建筑群之一 关帝庙位于赫图阿拉城内 始建于1615年 是后经国初七大庙之一 女真人的宗教信仰与建筑艺术 绘画艺术 雕塑艺术的文化内涵与特质 尽现其中 这里是辽东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四百年来从未间断 努尔哈赤还涉堂聘请浙江绍兴人 龚正禄及他汉人教师 教其子职读书 这里就是当年爱新觉罗家族读书的 兴京启运书院 清太宗黄太吉 摄政王多尔滚 及明末清初诸多的军事家 政治家 都是在这所学府里成长起来的 子职众多 人丁兴旺 有的功成 有的超然 有的神秘 有的悲情 楚英是诺哈赤的原非 在这次战役中 楚英表现 之用双钱 杀敌勇猛 所以诺哈赤很信他 大耳 1613年的时候 诺哈赤年始已高了 快到60岁了 那么他觉得应该有接班人 所以他就宣布 这个楚英为执政 这一个宣布 就是在建筑那一步 这暗流 很多不利于 这个楚英的传言就出来了 有人说他什么呢 解怨于武大臣 这个等于武国 我要咋去了 把这个反对我 跟我关于不好人 都杀死 后来呢 在这个 诺哈赤领兵 这个出生 这个乌拉的时候 他呢 把这个 诺哈赤的名字 和他这个弟弟的名字 还有一些大臣的名字 写在这个一个纸上 和咒语都写在一个纸上 然后分哨 并且呢 表示呢 如果他们回来了 我不高兴 连城都不要对不起 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呢 诺哈赤当然 农也很大农 诺哈赤一发木 就把楚英给捐起来 那么后来呢 这楚英就是 死了 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折腾死的 还是杀死的 这个都有各种说法了 楚英的命运 也是努尔哈赤 效仿中原王朝立太子 立储君的一场失败 更是他为人父的莫大悲情 赫图阿拉城 分内外两城 方圆十里 城内地势南高北低 四周是土石柱的城环 内城建于1603年 外城建于1605年 1616年成为后金第一都城 赫图阿拉的内城 主要住着努尔哈赤的眷属 亲戚 外城住着他的精锐部队 全城居住两万多户 十万余人 这里是政治 军事文化的中心 这两棵大树吧 这两棵大树就是我们原先老宅子的地方 我们老人就在这场了 这两棵树里原先就是我们的院墙所留下的 现在你看看长得这么样了 云震祥老人的祖居已然不复存在 古城的诸多建筑早已风雨波石 甚至消失殆尽 城池的痕迹拼凑出一段帝都的繁华气象 但是赫图阿拉的土地却在此永存 古城也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赫图阿拉留下了一截四百多年前的老城墙 有了这一截就有了底气 原址上每一样复原的公爵 或是门铁都还原了当年的威仪 汉宫大衙门八角飞檐 就冲天而起 尖条日月 这里还没有圣经故宫俯瞰江山的义气 更少了北京紫禁城天下一统的豪壮 就连大衙门上的飞龙也还是血世待发 出现真理的模样 在每一寸记忆中 在血脉中 这就是赫图阿拉